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兩條平直且互相平行的鐵路上 各有一列火車 假火車長200公尺 以等速40公尺每秒前傾 以火車長100公尺 然後當假火車的火車尾 通過以火車的火車頭時 以火車由鏡子開始啟動 且以兩公尺每秒每秒焦度 然後增至最大速度60 然後為時等速度前傾 總共經過幾秒後 以火車的火車尾會超過假火車的火車頭 這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給他畫那個VT圖 畫這個VT圖 VT圖的話 假的話 他是等速運動 始終保持來40 40 這是MVE 然後這個乙的話 他一開始有加熱度 加熱度是那個2 所以他斜於2 然後加速到60的時候 只有一等速移動 好 那麼他問說 問說 什麼時候 他的火車頭 會跑到連夾火車頭 就是說 他的什麼 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乙 乙給直點化 我們就盯住乙的火車頭 乙的火車頭的話 要跑到這裡來 也就是說 乙的火車頭要超越 假火車300公尺 因為他說 因為他說 乙的火車尾要通過 連夾的火車頭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是經過什麼 200加100 300 也就是說 乙火車 我們假設 到達T時間的時候 乙火車 要超越連夾火車多少 300公尺 要超過他300公尺 就要追他追300公尺 那就是說 這個T型面積 減掉長方型面積 要等於300公尺 R1的這個協力是等於2 所以這個比這個是2比1 那這60公尺 所以這應該是30公尺 這30公尺 那這樣這個多少 這就是 T減掉30公尺 T減30公尺 我們知道 VT圖景的面積 就是那個 衛椅 這個是 以火車 移動的這個衛椅 這是上底 是T減30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乘以高 除以二 乘以高 六十 除以二 這個是 乙的衛椅 減掉 加的衛椅 這可以有 這個長方型 40T 這要等於300 這個300 就是200加100 好 這個可以約分 這是2T減掉 約分的話就變成T減15 這個10也可以約掉 所以這裡有6T 6T減4T,剩下2T 這裡有6乘以15 這15乘以6 我把它移過來,再加30 這個應該是90 90加30乘以120 所以T應該是60 所以得到T應該是60 60秒 所以這幾答案應該選D